嗨,你好,我是牛奶爸 这是第14次Webri的录影 Webri是一个可以快速架设官方网站的一个平台 只要去申请一个账号密码就可以开始使用了 从7月2012年开始使用这个Webri的架站平台到现在 已经7年多的时间 这次录制是第14次 因为每隔几个月 这个Webri的登录画面就会更换一次 还有一些少许功能的变更 但是基本上都只要在5分钟之内 一定可以把网站架设完毕 所以现在就来讲一下 当你登录这个画面的时候 首先右上角这边有个注册按钮 你就只要点击这个注册按钮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输入你的名称、电子邮件 还有密码 还有你的国别 之前没有这个国别 那为什么现在会有这个国家的区别 是因为我猜啦 因为他后来整合这个购物车的这个金流机制 像这个他上面有写 e-commerce by square 那square是一个金流支付系统 但是他在台湾并不支援 所以他可能是因为这个样子 一开始你就必须选定你的国家 他就会知道你这个国家 该不该出现这个金流机制 让你去选择 那如果是当成一个一般官方网站 你不把它当成购物车的话 其实这个金流跟你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你不会用到 那如果你是台湾人的话呢 我可以告诉你 他的金流不适合你使用 除非你要用PayPal 他里面是有支援PayPal的 但是因为台湾政府规定 PayPal跟这个台湾的账号和台湾的账号之间 不能够彼此去互转金额 也不能够彼此去刷卡 或者是使用PayPal做交易 这是台湾的规定 台湾政府的奇怪规定 所以你如果要做外销 那是OK的 就是你使用PayPal 让国外的人非台湾的账户 因为你自己的PayPal是台湾账户 那你用国外的账户去消费 他用PayPal支付款项给你 这是OK的 好 那登录之前 在这个注册之前 先跟各位说明一下 全名就是你自己的名字 不过这个栏目不重要 你可以随便打一下 比如说打test就好了 然后电子邮件很重要 电子邮件就是将来 你要登录的账号 然后密码也很重要 所以电子邮件跟密码 这两个栏目一定不能key错 因为他只要是一旦key完毕 免费注册完毕之后 他并不会发送验证信件 到你的email去 他就直接开通了 你就可以直接去建立你的网站了 那万一你emailkey错了 那就完蛋了 就是你当下把网站做了一大半 然后你下次要登录的时候 你就输入正确的email 这时候你一定登录不进去 因为你之前注册的时候输入的是错误的email 所以你再也没办法登录了 那我们现在就先随便用一个test 然后testtest.com 我随便随便打这个email 然后密码随便取一个密码 国别 因为我在台湾 所以我就先选了台湾 然后你点开之后 台湾在哪边其实不太容易找 所以你要记得在美国的下面 因为他预设是美国 所以你就找 往下面找 不要往上面找 这是美国预设的美国 然后往下面找 好就找到了台湾 然后按免费注册就可以了 他问你要不要储存 这是浏览器的 他跟你说这个email已经被使用走了 好那这时候你就换一下吧 我目前是随便乱key的email 因为他不会验证我的email 所以我故意随便乱key 这个密码必须在8位数到160位数之间 哇160位数吓死了 好那我再key一次 好免费注册 更新一下 OK注册成功了 这个时候他出现两个选择 一个是说我只需要普通的网站 就是一般的官方网站 那另外一个不是普通网站叫什么 他说我需要有附设线上商店功能的网站 所以有这两个选择 那我在这边举的例子是用普通的网站 因为我刚刚有讲过了 台湾的金流他不支援 他只有PayPal可以用 所以他不能够支援台湾的蓝芯 最常用的蓝芯科技的金流 或者是绿界他都不能用 所以这个网路商店的话 我不建议在webri上面去成立网路商店 因为还有更多比他好的网路商店可以使用 但是如果你只在加个公司的官方网站 或是一页式的网站 那商品没有很多 一定要用到购物车的话 那我们就不要用购物车 我们这有普通网站 你点击这个普通网站进来 然后他就出现很多范本 他每隔半年就会出一些新的范本 像这些范本有一些我就没有看过 然后他上面告诉你说 这是线上商店的版型 像这一个有购物车 那我们没有用到购物车的话 我们可以用其他的版型 比如说业务 所以我们只要挑一个 这个你个人觉得还不错 比较喜欢的 比如说我挑这个汉堡好了 把它点击一下 然后他就会出现了这个版型 这个样板的范本出来了 这他的范本 等于说你只要选定了一个范本 他网站就帮你架设好了 那你要做的是什么事情 就是去按开始编辑 右上角的开始编辑 去把这个图片和文字 换成你自己想要的东西 换成你自己的图片 换成你自己的文字 这时候就登录了 这一个编辑页面里面了 那这个编辑页面的时候 他又出现这个选择你的网运名称 他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希望你在这边直接买一个网运名称 那基本上我会建议你不要在这里买 因为万一你以后想升级 你不想要再用webily的这个平台 去架设你的网站 那你的这个网址你要搬家怎么搬 你就很难去设定这个DNS 所以我会建议你到go daddy去申请 或者是namechip 或者是gandy 或者是pchome去买网址 然后再把它们绑定就好了 因为网址跟这个网站的架设空间 是可以分分离的 那如果说因为这个网站的空间 你将来有可能会搬家 搬到其他主机去使用 所以这个网址 最好要跟你这个网站空间的主机 是分开购买的 我会建议分开购买 好那他这边当然是希望你在这边购买 把你绑死啊 对不对 把爱要关掉 先不要去做这个设定 然后你进来这里 可以啊 这边他网站已经都完整了嘛 那你们要去在这边去修改一下 比如说my site 你可以去这边修改文字 或者是上传你的logo 我们在这边点击商标 你是可以把文字换成图片的哦 我随便选一张图片 好你看你logo就可以换成图片了 而且你可以调整他大小 但是他最大就可以到这个大小 高度就到这边而已 不能再调大了 因为他为了美观起见 好那这边的图片呢 我这边文字呢 你也可以去修改 自己去修改 自己去打字 当然你要打中文也是有支援的 打中文也是有支援的 只是说中文的字型 没有办法随意的去更换 好那如果要改这张图片背景呢 这张图片真的拍的非常的漂亮 那我们就点击这张图片 然后这边有一个编辑背景 这边就有一个编辑或者是取代 你就可以去使用图像 我要取代 然后就可以去上传别的图片 把它盖掉 比如说上传一张图片 我就可以把我的背景盖掉 然后你这边可以去拖曳一下 所以你这张图片啊 你的那个宽度要比较宽 高度要比较比较小 要这样子长方形的图片才会好看 然后换好图片之后呢 右上角有一个储存 你就把它按一下储存就可以了 然后你再点一下图片 这边你可以去拖曳它 假设说你的图片是比较高的 那你希望比较完整呈现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拖曳一下 这样它就比较能够完整呈现 它一张大图 好那底下的原理也一样 这张图片你可以去替换图片 文字呢 你可以自行去输入替换文字 这些都一样 然后呢 OK我们现在讲 假设你已经编辑完毕了 你喜欢的这个图片跟文字都改好之后 你就按一下发布 当你按下发布的时候啊 它又会出现这个画面 然后这时候就很纳闷啊 因为以前啊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 xxx.webri.com 就是使用它的域名来用免费的网址 可是现在呢 那个三个选项不见了 那怎么办 好这时候呢 你就随便输入一个 比如说你的网位名称 想要叫test2017好了 然后这时候呢 你就直接按search就好了 test2017 注意看哦 我按search 搜寻一下 然后它就跑出来了 它说 这个是test2017.org 或者是analys2017.com 它要你买 要你选择这些 这个将来是必须付费的专业网域 然后要注意一下 就是下面它跑出来 直网域免费方案 会在您的网站上显示webri品牌 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使用的 它会自动把你刚填这个名字 变成最前面的直网域名称 然后后面呢 使用webri.com 这个就是免费的网址 免费网址 可是它又跟你讲说 无法使用 为什么 因为有重复 就是说已经有人用test2017.webri.com 当成网址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 好 没关系 我这边打webri.2019 search 再找一次 好 一样无法使用 没关系 2019.07 7月份search 再看一下 好 可以了 所以这个是免费的 不要用上面这个哦 上面这个是要钱的哦 那我们就用这个test201907.webri.com 然后按选择 这个免费 好 然后按完成 这样它就会发布了 因为发布的时候它一定要有个网址 所以它网址已经取好就是test201907.webri.com 这时候你选这个网址 点击一下 好 它跑出来了 好 这样网站就做完了 好 所以如果不考虑你去修改这些图片啊文字的时间的话 真的是短短几分钟之内你的网站都做好了 就完成了啦 至少你不用那么辛苦去排版 它最近帮你把版型都排好了 然后这边选单它也都帮你内建都选好了 把这些选单都做好了 你只要去修改就好了 把它改成中文就就OK了 你看这个它都已经帮你排版排好了 所以这个网站已经确实存在了哦 所以如果你们自己上网去找test201907.webri.com 你就真的可以看到这个网页了哦 所以如果你想要在几分钟之间做好一个网站的话 你就看影片下面的连结直接点击一下 用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流程就可以马上做一个网站咯 我是刘海爸 我们下支影片再来看一看这个webri.com 它的收费方式和免费方式的不同